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座花园仍然在郊东半岛 它大概有十亩那么大 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 我们计划是用两到三个阶段把它建造起来 同时尽可能地去记录我们建造和维护的过程 这座新的花园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名字 我们打算是边做边想 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敏感 可以给我发评论或者读信哦 今天我们要来测量一些尺寸数据 它正在洋区的记录定位点之间的距离 然后下一步我们打算在软件里 把花园分区做一个非常直观的规划 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我们以前的部分就是将来的食材花园了 新花园的食材花园应该是有香野花园的那个食材花园部分 应该是有它三倍大小 我也会在这个地方种植很多非常美味的果树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无花果树会种很多 然后还有苹果树 海棠树 还有一些桃树 还有我们不太容易吃到的一些小梨子 我都打算在这里种一点 还有很多姜果 蓝莓啊 树莓 树莓 黑莓 还有那个我们平时吃不到的那欧莉这些 我已经开始特别期待它们的味道了 将来成熟的时候也欢迎朋友们过来花园一起品尝 这个食材花园的面积比较大 我们会在这里做更多的蔬菜种植池 今天正在碰量具体的尺寸 然后我们能做出一个准确的数据来设计 看看能设计几个种植池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我计划在这里做一个玻璃反花镜 我把镜头拉过来看看 再往前边走 在这两棵红色的栗树中间 大概在这个位置 我们计划是在这里做一个玻璃反花镜 是一个非常浪漫精致的 有童话色彩的玻璃房子 在这座玻璃房的周围呢 我会选一棵比较精致的景观树来搭配它 然后有很多求根 复根和浪漫的草花去围绕它 这两棵绿树在秋天的时候叶子会变成黄色和红色 还有观赏价值 春天和夏天的夜天也非常精致 我觉得有个光丽屋跟它搭配以后 这里会成为整个花园的最大的一个焦点 这边的房子呢是花园将来的办公室 也是接待品 当我们的花园建造 差不多建造完毕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里呢 准备一些饮品很简单 来接待过来花园参观和勇玩的朋友 这个办公室应该是两年以后才去启用 这边呢是花园的工具房 也是花园棚屋 木屋 我们会在这里储存我们建设花园过程中 用到的所有的工具 劳动累了我也会在这边休息比较多 还有我们用的什么耗牌啊 什么牌啊 工作台啊 花园工作台都会在这个位置 现在是记录一下 看看它最开始是什么样子 我们交通半岛 这张普通简形的一个小房子 那个位置蛮好的 这边是一片小树林 然后对面就是我们的石材花园部分 走进来看看 这个挺矮的小屋子 这里之前是可能是养过一些小动物 养个羊子养个褲子什么的 就是我也可以养 这里就是动物宿舍加厨房室 我们打算然后给它改造一下 哎哟 文章太多了 我就是没有穿外套 身上已经被咬了 那又湿度的包了 你看看现在夕阳漂亮了 今天晚上的咸蛋黄 如果是在这里工作 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 心情会马上变好的 九月这样的天气非常多了 这个系列的视频 我们会实施进入花园 电造和维护的过程 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señor 蜡子 分享 monsieur Wednesday 朋友 Wolf 澳 啦 ü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